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拿破崙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麥敬生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我們說了好幾集 都在說曾國凡 除了他個人的穴力、才能 促使他冒生外 當然也有很明顯的時代因素 而促使他冒生 太平天國物不可分 太平天國對中國整體來說 當然有很多負面的打擊 但也可以說 有些新元素也開始出現 例如舊式清軍制度 原來已經不行了 但在太平天國期間 有新式的地方武力出現了 另外 單是靠滿人統治 原來是搞不定的 這群我們所說的爭阻理 又得以上升 大環境是如此 但太平天國 一路看下去 前後十歲載 要建立一個大的分裂 你不可以稱它為帝國 因為它叫反叛力量 短時間做得到 但要維持有很大的困難 上次結尾時已經提到 在太平天國裡 領導層的分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由最初的洪秀傳和楊秀清之爭 一直延伸下去 是 太平天國不是一個合格的 我們所謂政權建立的一種體制 一直由開始 到天經事變 我們都可以看到內鬥不斷 現在還有一件事 洪秀傳這個人自以為是 當然他又不容許楊秀清在他身邊分他的權 甚至不容許楊秀清 當然楊秀清又想分他的權 所以這個緣故是 他借北王偉昌暉等等的力量 殺了楊秀清 令到太平天國裡爆發了內訓 這個內訓令到當時的易王石達開 感到非常憤恨 因為在內訓過程裡 北王偉昌暉殺了石達開全家 石達開要逃走到安慶 宣布討伐偉昌暉 洪秀傳為了安撫太平軍裡的不滿意見 誅殺了偉昌暉和秦一江 令到石達開感到非常沒有信心 他帶領了幾乎是一半太平軍的老一輩的成員 離開太平天國 一直走到四川 當然這個出走和這次大屠殺 令到太平天國元氣大傷 洪秀傳更加把權力集中在手裡 於是他信任什麼人呢 信任他兩個兄弟 洪人發和洪人達 他兩個哥哥 這兩個哥哥貪污舞弊都不得了 他信他的外生 蕭朝貴的兒子 當時只有十一二歲 封他做宰相 根本是太平天國的朝廷 搞得根本亂七八宗 後來太平天國命不該絕 因為在他的軍隊裡 有兩個新的將領武器 一個是忠王李修盛 一個是英王陳玉盛 我遲些會說 所以我想知道 太平天國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權 很多領袖上經常犯的通病 因為你看到洪秀傳後來的選擇 有能力、難操控的人 以及一些沒有能力、易操控的人 你做過領袖的,你選擇哪樣 很不幸地選擇有能力 而不容易操控的人 可能是少數 因為你怕他功高過主 所以有很多領袖 轉移去選擇一些能力不太強的 但在自己手上容易掌握的人 這是上上的錯誤 曾國凡這個人 他就是一個寧可信一些 智慧比自己高 當然曾國凡說人無十全 每人肯有些長處 包括自己 所以沒有人會取代他 但是你信一些 或者你任用一些 智慧比較高的人 就能夠加強你自己的判斷力 恐守傳又不是 信一些比較低的人 這個太平天國元氣大傷 對清朝來說其實是一個好的機會 應該趁機將太平天國 一舉就將它殲滅 不過歷史真的開了一個大還笑 因為在天津跌血之後幾個月 中國又爆發了另外一次的 非常嚴重的外來軍事衝突 這個事件就是我們所謂的英法聯軍之一 咸豐六年中 太平天國爆發天津事變 翼黃石打開 率眾出走之後 上棍乘機收復陸安 潛山、新域、鳳新、墓原等江西、安徽城鎮 湖北省的清兵也修復省武昌 清朝形勢好轉 不過沒多久之後 清朝又陷入嚴重的外交困境 咸豐六年九月 英國借口廣州水師搜查懸掛英國國旗的華儀走私船阿羅號 要求兩廣總督葉明心道歉 被葉明心拒絕 九月二十五日 英軍法砲攻擊廣州城 其後法國有借口廣西有天主教堂被村民破壞 有法國神父被殺 決定與英國結成同盟 對中國宣戰 咸豐八年四月 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大孤砲台 威脅向北京進軍 清廷被迫分別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 允許英法公事駐京 贈害痛傷口岸 賠償大量款項 規定外國人可以在華享有自由傳教 奈何航行 協定關稅等特權 沒多久 英法兩國不滿清朝拖延批准條約 再起佔火 英法聯軍連陷天津和北京 咸豐帝逃至熱河 聯軍佔據北京城 大肆劫略 並焚毀元明遠 咸豐十年 清廷再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 除了承認天津條約有效外 中國又增開天津為相負 並且割讓九龍半島南部等地給英國 向英法兩國割賠償軍費白銀八百萬兩等 同時俄國也乘機要脅清朝 逼清朝割讓黑龍江以北 大約一百萬平方公里土地 咸豐十一年七月 咸豐皇帝在熱河秘暑山莊駕崩 對於清朝當時的皇室 以至管治精英來說 鴉片戰爭結束就似乎結束 他們相信 楊桂子來到 說到尾都是羨慕 天朝大國的種種好事 現在你想做生意讓你做一下 你想在通商港口內 有多些活動空間 就給你 這是他們的如意算盤 以為戰爭結束,簽了條約 事情就結束了 但更多問題就接種而來 譬如我們之前所說的 結束這個鴉片戰爭 是一條叫做南京條約 但之後下來 五口通商之後 通商條約又怎麽來呢? 最初是英國 但我們後來也聽過 有所謂叫最惠國條約 由英國延伸到其他國家 一路下去 後來美國又來搞了一條望下條約 延伸一路一路開去的時候 住了那麽多羊鬼子 他們又會進一步要求 有更多的活動空間 久而久之 中國人的如意算盤 就打不響了 覺得用幾條條約 就可以姑息了你 擋住你在外面 完全做不到 反而自從這個條約簽訂以來 中國人和洋人之間的接觸 就越來越多 紛爭亦都多 即華洋衝突越整越多 華洋衝突造成了 清朝不得不面對很多 西方各種各種各樣的壓力 例如在廣州 當時說的 話名給洋人在廣州做生意 但也不准入城 廣州的官府又和洋人的商人 完全沒有接觸 只是通過一些中介的 我們所謂中介的商行 洋行 來作為中介的機構 這麽視乎西方人的感覺到 清朝的官府又不和我接觸 我很多權益都拿不到 這麽視乎就矛盾重重 另一件事就是傳教問題 因爲在鴉片戰爭之後的南京條約 其中一段規定就是 西方國家有權在中國 中國傳教 而西方的宗教傳到中國之後 又要建教堂 又要深入農村 這個教堂就要拿地 以及涉及很多所謂的經濟權益 於是與農民和村民之間 有很多矛盾 而另一方面 西方人的習慣與中國人有不同 譬如西方人收養了很多 我們是起嬰、孤兒 成立了獄嬰院 理論上是一件好事 中國人心目中看拐大兒童 你收藏那些小孩做甚麼用途 這是很懷疑 所以這些種種文化、經濟、政治觀念的矛盾 令華洋的衝突不斷滋生 事實上當時的所謂教民 良友就可以不齊 事實上 其實每一個宗教都是一樣的 大家不要跳到那麼遠 入了同一個教派的人 信仰都是一樣的強 總有不同 另外 人的劣根性 有些人不可以說 宗教可以徹底去除 貪心、自私、狐假虎威 不會因為宗教去除 當時看很多地方的方文字記載 都提及到 當時的教會 為求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變成 教民肯加入的話 他們就照單全收 大家有時看到這樣的情勢 入了教會 原來有頗多的方便 遇事有人互任 這種情況下 亦都會覺得 是否都先入了教 變成教民的水準不足夠 而教士之中 有部份人亦都會誠氣寧人 再加上一個 所謂文化上的格幕 大家語言未必很通 講宗教的東西 大家又不可以對賭嘴型 我們所說的 我所說的東西 你又不太了解得到 變成一隻互相猜疑之後 所謂接濟這些棄嬰 或者將它們撫養成癮 理論上 西方的教會 是一些傳統做開的工作 但是 去到中國的時候 大家看 喂 你有什麼意圖 之後 我們聽過一些故事 那些人就在猜想 會不會是說 拿一些兒童去做藥癮 拿了他們的眼睛出來 我們做試驗藥物 有很多這樣的流傳 如果在資訊不發達的地方 一個講兩個 兩個將它再擴大 將事情也再扭曲 引起一個很大的驚恐和驗惡 對於西方的傳教士 教民 心裡有一個莫名其妙的驗惡 古今風雲人物 張偉國 麥敬生主持 槍豐六年的年底 爆發了廣州有幾件事 一个就是广西的所谓的法国传教士 被村民襲击 甚至有人被打死 教堂被摧毁的一个事件 而另一方面 在广东 在广州出现了一件事件 叫做阿罗船事件 有一艘挂英国国旗的船 被清朝的水师 就是海军 当时的海关 搜到船里面有违禁品 就是有走私的货物 于是乎查他的牌 他的牌已经过期了 于是乎挂了英国旗 于是将船逮捕 于是乎船主向英国驻广州的领事投诉 就说他不给英国人面 我挂英国旗他就逮捕我 但是广州的官府就说 他的船牌已经过期了 挂英国旗 是借你把旗来做走私活动 但是英国领事 就一味偏帮阿罗船的船主 最后结果 英国领事叫巴夏礼 勒令两港总督 当时叶明森 要放人道歉 叶明森 无论如何都不肯 于是英国军队 由香港派战艦去到广州 攻打炮轮的广州城 甚至攻进广州城里 捉了叶明森 然后就逼清朝政府让步道歉 当然清朝政府不肯制了 于是法国人又加入了 于是组成了英法联军 向中国展开宣战 当然这个时间不是一两天的事 是几个月 甚至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但这个宣战的外交上的冲突 就令清朝的感到压力很大 朝头晚压 如果你想想那时候 英法联军好像是最初打广州 但是沿着海岸 宣战之后一路打到大宫 沿着海岸一路北上 去到天津 现在天津和北京相距有多远 大家都心中有数 现在今时今日我们坐火车 都是二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左右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那么快 但实际上都是指日就可以去到北京城 而当时北京的防卫 根本没有办法抵御英法联军 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 就是英法联军占据了大孤炮台之后 向清朝政府限定命令 逼他签一个条约叫天津条约 这个天津条约就逼清朝政府赔钱 开放广州城的贸易 还要容许英国和法国 在北京城里面设立领事馆 容许外国人在京城里面居留 那就是种种的条件 但是清朝政府 初时就签了 答应了 当时有官员答应了 但是当他呈交到上去 这个北京的朝廷的时候 朝廷的大臣 觉得这件事 根本是不可能接受的 第一件事 洋人是怎样可以在北京城里面 设立领事馆 来居留和中国的朝廷大臣 平起平坐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 所以就反对 于是乎这个中国的朝廷就 把这个天津条约一路拖延 不批准 英国和法国的军队 感觉到自己受到侮辱 于是向中国进一步宣战 如果你再不批准 我就发军队来打北京 但是清朝就不怕 我有一个大将 蒙古的王爷 叫曾格林森 这个曾王的军队很勇猛 曾经在大孤炮台 打败过英法的军队 于是曾格林森的军队大举抵挡英法联军 谁知道全军覆没 这是一个很惨的事 当然曾格林森后来 讨念军的时候就战死 但是不是这一次 于是曾格林森打败了之后 这个北京城的门 为之大开门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 事实上 如果我们看看 张卫国之前所说的一段说话 其实我们看到几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就是中国不单指当时的内政出问题 如果你说走向世界 在外交上 基本上是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之前所说的 他想用区区几条条约 将洋人屏专门外 这固然是一个不辞实际 但是刚才你所说到 下层的私自和英法的军队 已经看见了一些条约 那件事是中国从来没有的 比如说之前说的五口通商 都是限商人 即是在五口里面居留 但是现在突然所说 有人居然敢容许私自签订 一个合约是容许洋人 在北京见一个等同领事馆 这件事我想 谁批准他这样做呢 反映出当时 北京政府和官员之间的沟通是不足够的 另外也没有够规格的 所谓处理外事的人 所以后来我们知道 过了这次事件之后 就有个所谓总理衙门出现 这就是将来的事 当时是做不到的 其次我们简所说的 曾格林森这个人物 尤其是在帝国的后期 带着他那一对铁骑 其实就是南征北沼去过很多地方 但是你想想那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悲凉的情况 就是已经面对西方的一个先进武力 炮火 但是中国还是靠铁骑的那一位 就要希望顶得住这个外来的力量 有一些机会 他是曾经占过上风 但实际上时代始终不一样 是 所以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前 咸丰皇帝就带同他的家眷 以这个去热河避暑为名 于是逃走到热河避暑山庄 今天成德的避暑山庄 自此之后一去就不回了 留下来就由他的六弟 第六个弟弟公亲王亦恩 留在北京城就和这个 占领北京城的英法联军谈判了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 英法和清朝签订的北京条约 后来因为在谈判的过程 英法联军说要惩罚清朝的 所谓的不守合约的罪过 就要放火烧了这个袁明远 大肆劫略 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 本来就说要烧了这个紫禁城 后来这个亦恩 公亲王亦恩 俗称叫鬼子鹿 一美就向英法联军道歉赔礼 后来这个鬼子鹿 就是亦恩就签订了这个北京条约 然后呢 当然北京条约的内容很简单 承认所有天津条约的条款 还加码 加码就是要 将九龙半岛以南端的地方割让给英国 另外一件事就是 开放多几个港口给西方贸易 还要赔上英法每个国家 八百万两百元的军费 这些条约无奈地接受 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在这个事件中 作为招头烂颜 这一集我们就说 曾国凡就说得少了 最主要的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突显到一个情况 就是在太平天国之后 或者它开始的力量稍稍转衰之陣 我们以为清朝是有喘气的余地 很不幸就有英法联军 我们马上下一集会说到 太平天国又可以说是死灰復燃 势力又再次壮大 曾国凡又要再次带顶着他的商君 再要大展拳脚 我们留下一次再详细讲 下次继续 拜拜 好 好 古今风云人物 编导罗泳期 监制五万仪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谁令你威风素地 谁令这火安四喜 恨意冲云济 谁无路分 不敢同悲 曾滴了多少血泊 才断了天功见弃 用我心力见 奇传万世 奇传万计 不想重视这天地 用了家坡也用了半尾 大火当中血肉满愿 为你死正一要维护你 还我这火的震撼 能命我只算记起 自会醒悟到 曾滴了多少血泊 曾滴了多少血泊 才断了天功见弃 用我心力见 正一要维护你 还我这火的震撼 能令我只算记起 自会醒悟到 何来爱慕 为何受欺 用这火的震撼 用这火的震撼 从未够远 为何受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